鋁罐不導電 鋁罐不導電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的奇怪 我們都知道金屬鋁它一定會導電 可是為什麼會說金屬不導電呢 同學讓我們了解其中的奧秘吧 實驗器材與操作說明 三伏特電池盒 鋒鳴器鋁罐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鋒鳴器要三伏特才能驅動 所以我們必須有一個三伏特的電源來搭配它 讓兩顆成為串連之後 我們將其中相同顏色的兩端把它連接 你可以用老虎鉗或者是尖嘴鉗等等的都可以 其實如果你將它簡單的連接起來也可以 那麼你將其中一端連接起來之後來測試一下 可見這個鋒鳴器是OK的電路也是接通的 好來 我們開始測試了 第一個我們先測試鋁罐的外層的部分 可見外面是有氣的關係 再來我們看內層的部分 它還是一樣不會叫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罐底的部分 這是鋁的部分 再看看上面的部分 現在發現它們不同了嗎 好 所以同學可以注意看一下 它們的光澤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部分 氧化鋁的部分 和這個比較接近建樹鋁的部分 你會發現它的不同 好 結構在於 這個部分 氧化鋁它比較是離子化合的部分 所以是不導電的 顧它一下 而金屬我們都知道它是一個很好的導體 OK 好 科學概念說明 同學知道鋁罐裡面的鋁 絕對是導體 一定沒有問題 而外層 由於包裝上的需要 所以我們常常一定要上漆在外層 而這個漆通常一般來講 都是有記錄 所以它沒辦法導電 而內層 我們為了避免鋁 直接和我們的飲料的內容 直接的接觸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層塑膠膜 來把它隔開 所以為什麼 你怎麼碰就是 不會導電 而上層 底層 這些部分 其實我們以為它是裸露的 但同學不要忘了 它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為什麼你的鋁門窗等等這些 為什麼它其實外表都是氧化鋁 所以它和鐵有相當大的不同的是 鐵的生鏽會讓它變成疏鬆的狀態 氧氣可以往內鑽 而鋁等等非常多金屬的氧化 是外面形成一層 致密的氧化膜 所以 氧氣沒辦法穿透 所以只有外面這一層而已 裡面其實它是非常好的導體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磨一磨以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導體 應用發展 其實鋁是非常好的導體 所以我們在高空上的電纜 我們都會以鋁來當我們的導線 因為高空上我們有重量上的要求 如果像銅線的話 雖然它導電性很好 但是重量太重 它很容易下垂 造成危險 所以 為什麼我們會改以鋁線 而鋁線呢 它本身的電阻 雖然比鋁線大 我們就改以高電壓來克服這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同學會看到 高空的這些高壓電纜 它的電壓數非常高 好 最後呢 希望同學 我們再試試看 有沒有更好的材料 來取代這些 我們目前使用的導電性的材料呢